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一般来说经常走桃花运的男人身上大多都具备这四个特征 一 外表都比较帅气 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学长的人气一直都比较高 无论是新生小女生还是学姐都想尽办法地靠近她 所以在她身边总是有各种女生流连忘返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吸引女生的注意力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长得帅 除了她的脸蛋以外 她的身上并没有任何其他优点 她的学习不那么好 整天除了打游戏就是逃课 成绩单也是满满的红色 但是那些女生从来不在乎这些 她们看中的就是她的这张脸 一般来说 经常走桃花运的男人外表都很帅气 在很多女生心里 颜值及正义 一个长相普通的男生和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 站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肯定选长得帅的那个 却忽略了其他该有的品质 所以 如果你拥有一张帅气的脸 你也能够经常走桃花运 二 别人对她的评价很高 小李算是我们学校的大红人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 当然 并不是对她指指点点 而是对她赞不绝口 在同学眼中 她是一个好班长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别人的想法 有什么好事也会先想着班里的同学 有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更加义不容辞 正是因为这样 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她 而她优秀的风评不仅赢得了很多好朋友 也吸引了很多异性 她身边的异性朋友因此越来越多 桃花运也越来越好 一般来说 经常走桃花运的男人风评都很好 外表对于一个人来说的确很重要 但是 如果一个人只是空有其表的话 那些被你外表吸引来的人 在了解你的内在以后也会远离你 所以 男人要想让自己的异性缘更好 首先就要让大家都喜欢上你这个人的内在 三 有一定的撩妹套路 有的人经常走桃花运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足够会撩妹 小王的长相普普通通 但是桃花运却不断 这其中的理由就是因为她足够会撩 每个女生都渴望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所以他们渴望爱情 渴望别人的追求 这个时候小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白马王子的形象 假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男友 对她展开公式 女友很快就败倒在她的脚下了 但是她绝对不会满足于现状 她想要的是美女环绕 所以她很快就会甩掉女孩去追求别人 甚至她会和女孩在一起的时候 继续和别人暧昧不亲 所以她身边才会有那么多的异性 一般来说 经常走桃花运的男人都很会撩 一个男人身边有太多异性 并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和这些异性个个都不亲不楚的话 只能证明他很花心 如果你对他用心了 无疑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四 性格好 一个性格好的男人 往往比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 收获更多的异性缘 没有哪个女生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脾气暴躁 说不到几句话就开始大发雷霆的男朋友 和这样的男人相处会非常的累 而性格好的男人可以无限的包容他 爱护他 如果一个男人对谁都很温柔 那么会有很多人对此产生误会 觉得他喜欢自己 于是他的身边自然而然会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追求者 一般来说 经常走桃花运的男人性格都很好 性格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很重要 除了金钱以外 女人最看重的就是你的性格 但是千万不要对谁都这么温柔 不然肯定会有人误会 你的身边也会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追求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说不定你身上的某个地方就是别人最爱的 所以 即使你没有多少出彩的优点 也没有一张帅气的脸蛋 也不应该因此一蹶不振 学会提升自己的内在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到时候追求你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